朋友们好,我是生活不能自立的阿清 也是一名高位解态患者 坐伤四年多了,本该是家里的顶娘子 异常意外让我成了家里的负担 这四年多来,老婆一个人替我撑起这个家 不离不弃,四年如一日的照顾我 人间自由真情在 没有我的老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起来吧,起来咋点 好,起来 每天早起五点半 老婆让我起来锻炼 这四年来每天都重复这样的生活 穿衣服,倒茶,端水 还有我的吃喝拉撒 老婆一直默默地奉献着 用她的不离不弃 唤起重病的我对生活的希望 老婆用柔弱的肩膀 扛起一家四口生活的重担 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自立学会行走 但这俨然已成为了梦想 人生不容易啊 高位阶段的人生更加艰难 我没能做的就是坚强乐观去面对 面对生活当中的坎坎坷坷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就长按三秒加个关注 非常感谢,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这就是在老百姓最大愿望 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小家 有了家再哭我也不怕 热了又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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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了又一家 热了又一家 不托富贵 只要有你我他 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小家 再也不怕风吹和雨打 热了又一家 有只雨的空 有挡风的墙 家就是我们幸福的导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